退伍老兵表决心 杨月社又是一年离别时 军营响起驼铃声 一日晚陆军清藏兵战部 2018年东西 370余名退伍老兵 依依不舍告别军营和战友 分批次启程返乡 退伍老兵深情依偎在军旗旁 田光新社清藏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空气中的含养量仅为内地一半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环境最苦的高原公路 也是进出藏最主要的交通要道 清藏兵战部 使清藏县上弘扬陆军光荣传统和兵战部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执行勤奴训练以极维稳 就在等级难险重任务 为建设高原、巩固边防 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促进清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做出了积极贡献 回望军旅 老兵们怀着不舍与感恩 风雪清藏县上曾洒下多少汗水 荣誉势力记录了多少奋斗拼搏 官兵之间结下了多少生死情义 当年的矛头小伙如今已成钢铁汉子 当初的幼稚新兵今天已是成熟老兵 难舍难分的战友情 杨月社如今老兵们脱下军装 对军旅是个句号 对人生却是个逗号 老兵张广州在使清藏兵战 布格尔木某继车运输旅服役了16年 对于军旅生涯 他认为因为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 骨子里沉淀了军人气质 军人素质和军人品质 所以无论将来走到哪里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会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 同夕日的战友和张颖 杨月社今后 不管是春暖花菜 还是寒风点滴 我们都应该勇往直前迎难而上 只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把个人追求融入社会需要 至存高远 脚踏之地 埋头苦干 就一定能创造人生新的辉煌 实现人生新的价值 李俊 陆叶松 李俊